Hello,大家好,我是花鞋姐 今天呢,是我们铁井市银州区停水的第三天 嗯,依然没有水 我现在呢,又提着我的 今天非常流行的小红桶 去公司那边接水 今天我多接点吧 哎呦,天呐,那么多人 快到了 哎呦,这个多啊这个 这个这么多 我得赶紧排队啊 这,看了没咱们市民 就在这边接水 就排上队了 哦,去这边接水吧 这边好像能快一点 快一看 看大家都这么接水 哈哈 看 成活太煎熬了 现在陆陆续续的来了好多人 看 我还得来两回 今天水接挺多 我回家 这路程又得很煎熬了 哎呦,天呐,我还怕睡傻了 哎呦,天呐 拿过家了 就拿沙街都有 不敢浪费一滴水 拿一滴水 再来一滴 走 那边,啥是一滴呢 对啊,我就上那去 那去嘛 你拿过来,你过来 去那去 我去拿过去 我帮我接水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 谢谢,慢慢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你实在操得到吗 先吻人生 来给他 一把西瓜 嗯 今天早上 听说这个水管接好了 但是好像又爆了 一次次希望 就变成了失望 其实在我们这边 发生好多事情 都没有给我们百姓 一个满意的答复 比如说去年的那个 冷气管道爆炸 在城市 管道就像喷泉一样那种 蒸汽喷泉 就是我们 听的人都这么说嘛 可以来听 看那个喷泉啥的 自嘲的一个方式 看着那些 听众市民一个个 拿那个蒸波去 拿啥都有 你真是不是滋味 就不能把这个城市 好好建设一下 它是市集的城市 当城市发生 一个出发事件的时候 它的应急医院在哪里 真的是值得 我们去反思反思 同时呢 我也非常感谢 为我们天使市民维修的一些 工作里面 他们即使抢救 就连日连夜的那么工作 也是很辛苦了 在这里对他们表示一下感谢 谢谢 OK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歇一歇 拜拜 拜拜 喜欢我关注我 我有话要讲 明天见